来到泰国的时候应该是7月份的 在这个曼谷的土地上 我想那个时候的一个心情的话 更多的是非常的兴奋 超级热 比重庆人家多了 有小小的激动 还有点忐忑 在曼谷街头看到我们公司的一些广告 既陌生又熟悉 泰国是一种相对比较慢的一个国家 包容度很大的一个国家 整体就是给人的感觉还是挺好的 特别是天气 我觉得遇到最大的困难是 如何去熟悉我们泰国的用户 他们的习俗 他们的思维方式 思念家人 这个没有办法解决 只能靠自己克服 家里人比较远 然后还是很想念自己的家人 主要是工程建设 规范的差异 有一定的水土不服 要做一些问题 他们想要做什么 进行工作室的面子 在来做的工作室 就是在第一个国家里的工作室 是把我们进行工作室 在上班中的工作室 在当中的大陆墙 我们希望能发展新的工程室 的大陆墙 去到大陆墙 希望能够作出大陆墙 地墙的货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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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